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 大陆对台湾的态度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 这两天看到不少人说 这次渔民遇害事件没热度 其实是不对的 这次事件非常严重 性质很恶劣 是多年以来台湾围海巡署 在针对大陆渔民暴力执法的过程中 自90年代之后首次闹出人命 而且多因素叠加 让本次事件的舆论效应超级加倍 时间是在荷家欢乐的春节期间 地点就在距离厦门海岸线几公里远 大家好 我是原在 也因此舆论上可以看到 我们并没有采取严格压制性的做法 无论是抖音快手 还是其他主流短视频平台上 相关新闻的转发 二创内容都有着非常惊人的阅读量 而且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也能看到网友们非常真实的情绪和愤怒 台湾相关的话题我一般很少做 因为很敏感 极容易被审核限流 甚至整个视频被下架 但这次渔民遇害事件太让人寒心 台湾上上下下所表现出的冷血 令人震惊 甚至在台媒视频下 岛内的评论还出现了治愈 恭喜的恶臭字眼 为了揭示岛内这帮人的嘴脸 这期内容我尽量避开敏感词 写得深入一点 也希望审核的同学能网开一面 看到视频的朋友 也麻烦点赞转发和评论 让这条视频能触及到更多的人 首先我们要清楚 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方 是什么性质的单位 台湾为海巡树 是个半军事组织 署内人员编制主要由警察 军人 海关人员 或者其他公务人员组成 这一点从现任署长的背景 也能看得出来 周美武 台湾海军军官学校毕业 海军中将 曾任职国安局中将副局长 驻华盛顿特派员 海巡树平常不负责军事任务 但是在作战期间 可以依据台湾所谓的国防法 纳入作战序列 近年来频频以越界为由 查扣大陆渔船 甚至打伤渔民 根据台湾海巡树公布的数据 2023年1至11月 台湾海巡共驱逐 大陆渔船920艘 扣留28艘 22艘被罚款 罚款共计1600万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360余万元 2016年至2023年7年间 共向大陆渔船罚款 超过2.88亿新台币 其间更是多次出现拔枪 捆绑 发射震爆弹等危险行为 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试探底线 层层加码的行动积累下 2024年春节大年初五 开工第一天就酿成了 追击大陆渔船 导致亲父两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其次我们要弄明白 杀人者到底是谁 是金门吗 当然不是 事故发生地虽然是金门海域 但熟悉地里的都知道 这里距离厦门近在咫尺 不少金门人就在厦门置有房产 有的甚至就工作在厦门 家里买两辆车 早上开金门的去港口坐船 去对岸打工 下了船就开厦门的车去办公室 金门的民生饮用水 几乎全部来自附近 今天如果你去金门旅游 微信定位直接显示全州 手机信号连的都是厦门移动 在事发前四天 金夏两岸还在烟花对方 无论是地缘还是心理 金门人都有一万个理由拥抱大陆 因为本来这里就是毛主席 出于国家统一的政治考量 拱手让给台湾管辖的政策性非地 而这也成为了台湾本岛 分离势力的眼中钉 想尽办法也要离间的对象 金门最早的海巡是金门人自己负责 那时候的越界事件很少 也没有出现任何伤亡事故 后来随着改开后 亲大陆的人越来越多 台湾就将巡防区换上了本岛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扣人扣船丢货物水泡罚款 冲突的烈度陡然上升 还有一点大家也要注意 那就是在这次事故发生的不久前 除夕当天台委当局 邀请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 大陆和台湾在对待渔民问题上 所持的态度和做法简直与逆之别 去年7月有网友公布了一段 自家一传搭救两位台湾渔民的事情 两个惊慌失措的台湾人 不知何故落水浑身湿透 被我方渔民及时救助上船 之后又安全移交给了台湾海巡署 在视频中 当看到自己人被救 海巡工作人员通过扩音器 大呼感谢同胞 可是转过年 台湾海巡在面对大陆渔民时 却表现出了另一副嘴恋 大年初五以越界为名 实施暴力驱逐 说是驱逐 但从台湾自己的描述中 大陆渔船以蛇行激动逃跑 可以看出 这就是一场意图扣船 抓人要罚款的逮捕 可没想到用力太狠 大过年的闹出人命 引发大陆强烈民愤 事发后不仅不道歉 为死难者哀悼 反而态度蛮横 说自己正常执法 错不在我 还妄图将舆议导 向受害者有罪论的方向上 说大陆渔船不是正经渔船 属于三无快艇 渔民也不是正经沿海渔民 操四川贵州的内陆省份 口音的打工者 极力为自己洗脱干系 可退一万不讲 这个说辞也无人买账 就算大陆遇难的渔民 不是完美受害者 再怎么着也罪不至死 事故发生地 是在金门海域 紧邻着厦门 直线距离最近的 也就两三公里 很多时候 大陆的渔民一出海 就被台湾海巡视为乐乐界 甚至极端天气下 想要暂避 十一级风浪的大陆渔船 刚走到澎湖海域 就被台湾的海巡署 水炮伺候 明明是同文同种的同胞 明明给予帮助和保护 只是举手之劳 哪怕就是不相识的人 也不至于落井下石 可事实就是如此无情 而大陆这边的海警 根据一中原则 和两岸加亲的民族认同 对台湾渔船 从来就没听说过 有什么扣留 追赶和驱逐 而是多有不及 抢险和救助之举 对大陆我重拳出击 但对日本 我唯唯诺诺 台湾渔船经常被 日本海警驱逐 欺负 海巡署 屁都不敢放 甚至还出现过 2020年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被日本公务船 撞损的丢人过往 可回过头来窝里横 在金门对着大陆渔船 穷追猛大 清算这帮人是一定的 只不过时间和方式上 请大家保持耐心 快意恩仇是人性的本能 但谋定后动 才是现实中的最优解 哪怕是前不久 令所有人派案叫绝的 绵北反诈 也不是问题 已经爆出就立马翻脸 冰者国家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查也 这次渔民遇难事件 大家很气愤都能理解 但解决台湾问题 核心是铲除背后的 每日毒瘤 时间上何必是现在 地点上又何必 非得是在台海 可能是大家平常 太另眼相看台湾了 才会让和它相关的很多事 被升华到了 本不该有的高度 比如这次的 渔民遇难事件 如果我们不特殊化台湾省 纯粹以国内视角看待 就会得到一个 非常清晰的解读 在地理上 这甚至都不属于台湾事务 而是福建省的内政 说个冷知识 金门县从来都不属于台湾省 这是海峡两岸都默认的共识 按大陆区话 虽然和厦门脸贴脸 但属于泉州 台湾的行政规划 也有福建省 虽然管得不多 只有金门麻族 但从没有人 把这里不当敏地 在本质上 这就是一起福建省内群众 跨市捕鱼 导致的执法事件 只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 因为载具高速行驶 出现传番人亡的意外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握两点核心 就能匹配到正确的情绪和舆论诉求 首先 渔民的行为是否存在非法作业 需要执法者来纠正 其次 执法者是否存在跨区执法 暴力执法 知人死亡的过失 在展开这两点之前 有人可能会说 台湾海巡署以渔民跨界为借口执法 明显就是找茬 国家之间才有界 中国渔民在中国的海域捕鱼 省界难道不允许跨越吗 还真是这样 不允许 查扣外省及非法越界捕捞船 是我国多个沿海省份 海事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例如21年山东日照海景 就巡逻抓到了江苏船只 非法越界捕捞水产品 对渔货没收 对人员处罚 如果是三无渔船 原地拆成零件 好 我们回到事件本身 渔民是否存在非法行为 根据目前披露的画面 可以判断 涉事船只并非典型的渔船 而是有两个马达的改装快艇 这种载具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中飞 动力强劲 可以在水面高速行驶 远远看去就像在水上打水 漂般飞翔 因此得名 这种船一般用于走私和拉克海钓娱乐 如果马达数量超过4个 那种叫大飞 时速可轻松突破90公里 造价高达百万 单船可载300多箱走私烟酒 甚至一辆小轿车 无论是中飞还是大飞 在民间出现都属于非法船只 渔民更是不可能用这种高成本 低载货量的船只捕鱼 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 大家看到的现场图 也基本出自台方一侧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但毕竟不是结论 大陆渔民是否违法 还需官方证实 但再怎么样 即便渔民违规作业 也罪不至死 应交于法律裁决 谈问海巡署是否存在 暴力执法之人死亡呢 答案是一定的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国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金门县的渔业执法机关 是福建省的愚政机构 而这次事件明显是 海巡署未经协调 单方面行动 拧出惨剧 应该给予公众说法 可蹊跷的是 执法行动都有记录仪 海巡署目前却迟迟 不肯公开 事发前后的真实影像 所以也不由得让人怀疑 不仅执法介入属于非法 执法中也存在暴力行为 致使船翻人亡 希望祖国尽早实现统一 金夏之间的海域不再有荆棘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此类事件杜绝发生 才能让一个省内的执法 事件不再复杂化 不被上升到离谱高度 台湾这两个字 是时候去媚了 今天的大陆网友提起 台湾已经是极不耐烦的 很多人已经不再奢求 统一的和平解决 这两年的相关热梗 更多的是武统和动手 快刀斩乱麻 至于为什么 台湾得自己想 报道且行且珍惜 别把最后的这点情分 也给糟见没了